迎着晨光扫雷分队的40名官兵出发了 蓝线地形复杂到处布满地雷 官兵们只能沿着蓝筒通道依次前进 由于通道设置时间长 杂草丛身 两侧方角形铁丝网 可能被人为后动物破坏 再加上常年积水的冲刷 导致部分地雷可能被冲到通道内 这使得安全通道不再安全 大家注意脚啊 不要踩到不通外外 扫雷组长李万增 已经是第三次出国执行扫雷任务 从一名扫雷作业手 到扫雷组长的身份转变 我感觉我的责任更大了 每次在雷场上 我都提醒我的组员 时刻注意安全 蓝筒正处于离乙边境敏感地带 在这里执行任务 官兵们经常能听到枪炮声 二十多天时间里 官兵们要下悬崖穿雷区 与蛇虫为伴 与荆棘斗争 在这支扫雷分队中 还有四名第一次出国执行 维和任务的女扫雷作业手 他们的任务和男兵一样 记得第一次进行蓝筒维护的时候 脚下不远处便有一枚楼露露地雷 其实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如果没有战争 没有地雷 这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每次拿毛笔进行描红的时候 我都感觉责任重大 因为我书写是和平 和平是美名中国维和军人的向往 也是他们为之努力的方向 在黎巴嫩 中国维和官兵用实际行动 帮助当地民众恢复生产生活 创造和平安全的环境 所有的蓝筒维护已全部结束 并顺利通过了验收 下一步 所有人员都将部署到 蓝线附近的雷场 展开少列行动